第五十九集 目送了西門肥仔 江泰元心情好不錯 真心要感謝西門肥仔 不是他對著王若嫣讀了一首鳳球王 那這個決鬥人選去哪裏找 懷兄手勢不錯 心情大好的江泰元 看著阿懷在那裏煮飯 那些姿勢絕對是老徐師 當然了 小姐的菜都是我做的 阿懷很有趣地說 江泰元昨天隔了一會才說 呃...他的身肉也是你養的 呃... 長主 你可不可以幫一下小姐 將他和西門肥仔早日成了距離 蛤? 你就這麼急著把你家的小姐嫁出去? 江泰元皺眉了 試探性地問 應該不會是王若嫣嫁出去 你就恢復自由了吧 阿懷疾了一下 驚訝地看著江泰元 呃... 趕緊急著叫王若嫣出嫁 想了一會兒 江泰元話風一轉 對於我道場的商品 阿懷疾就不心動 阿懷摸了摸袋 歪了歪嘴就說 怎可能不心動 只不過沒有錢 哦...那你煮吧 不打擾了 拜拜 一踢沒錢 江泰元瞬間就沒有了繼續聊下去的興趣 阿懷無語地摸著江泰元 你眼裡邊除了錢還有什麼? 很多錢 江泰元正式地說 到了神魔道場 錢就是萬能 成神完全不是夢想 如果有足夠的錢 江泰元這樣說 我成神給你看 場主 你如果被小姐和西門高子成了 我給你介紹很多大客戶 那就要看個人緣份 一面高深莫測的樣子 有些人有緣無份 有些人有份無緣 萬事不可強求 信應自然 哦... 場主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阿懷很迷惘 哦...咦? 我如果知道是什麼意思 還跟你在這裡吹水? 江泰元反了下白眼 走進了道場 新的一日開始了 等到客人的到來 唉... 都不知道是不是青月城 沒有有錢人的原因了 江泰元等了整個上午 都沒有客禮 西門肥仔做完任務 帶著紙張 帶著黃若嫣回來 阿懷早就已經煮好飯了 幾個人就位開始 黃若嫣突然說 《牢狐》 師父 不如說說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吧 西門肥仔就說了 他要用最後的結局拼掉黃若嫣 阿懷還在抖下頭吃飯 逐機擾瘦的肉 他以前只見過別人吃過 蛤?西門慶和潘金蓮? 黃若嫣皺眉 面色有點不好看了 啊,這個西門慶不是西門晴 黃小姐不用多想 江太元眉眉一小 好,今天我就為你們說西門慶的故事 話說,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才子叫做西門慶 一天,他路過潘金蓮家的門口 天上邊掉了棍子下來 啊,袁哥啊 西門肥仔抹了抹口 西門慶什麼時候變了才子 咦?你和自己和西門高子的相遇 完全是一模一樣 黃若嫣好激毒啊 後來呢?那後來呢? 江太元沒有你西門肥仔繼續說了 後來,潘金蓮打開槍 露出身形,西門慶一見鍾情 當場就讀了一首情詩 具體是什麼情詩 再下讀書小,忘記了 哎呀,袁哥啊 為什麼感覺你又要畫個槍給我呢? 這個和以前說的版本完全不一樣哦 西門慶見那個潘金蓮身材過了五百斤 無樣進肖,喜歡到不得了 念詩表明心意 潘金蓮深受感動 愛上了西門慶 怎知道那個潘金蓮還有一個未婚夫 名為高球 哎呀,這個高球不是臨沖版的嗎? 西門慶深入哪在這裹刨敲了 你到底在這裹說什麼呀? 西門慶只是一個才子 手無搏雞之力 亦無權無勢 打算追求潘金蓮 而高球呢 他是權傾朝野,一方霸主 得知西門慶喜歡了自己的未婚妻 好生氣,派人去殺了西門慶 並且寫了憂書 憂了潘金蓮 江泰元一口氣說完 嘆了一口氣 唉,故事說完了 原告 西門肥仔幼遠地望著高泰元 你到底在這裹說什麼呀? 你能否看到黃若瑩看我的眼神呀? 好可憐的西門慶 好可惡的高球 黃若瑩喘著粗氣地 吠了吠那隻肥手 望向西門肥仔堅定地說了 西門光子 不用說了,你這個陪裂又要花錢的 他們有再多錢都不可以這樣花的嘛 吃完飯 阿懷帶著黃若瑩去了練舞了 江泰元粉不疾書,開始書寫 黃若瑩哥 你對我不住呀 西門肥仔又遠地望著高泰元 高泰元喝了一口氣 唉 肥仔啊 黃若瑩已經盡量幫你了 啊,幫我 你敢是幫我 你敢是把我向火坑入面推呀 呵呵呵呵 西門肥仔哭了 喂喂喂,你想一下吧 黃若瑩這麼有錢 他嫁給你,錢財不是都是你了嗎 到時候你買神血丹 進化成神級血脈 修煉神級功法 成神不是夢想呀 黃若瑩哥,我不要呀 我西門就是不是那種人 西門肥仔死猛在這裡領頭 除非是個美女呀 呃… 肥仔,照舊呀 等著我寫完之後,你再去貼 尼茨不單要跳在青月學院的大門上邊 還要跳在傭兵高會 各種商會門口 我要把小廣告打到底 西門肥仔歪了歪嘴 好不情願呀 肥仔,你放心吧 元哥我不會要你吃虧的 等到明天,元哥我給你一顆神魔丹 啊,真假 西門肥仔驚喜了 神魔丹的神奇 他是親眼見過的 如果他亦都可以得到神魔丹 受惠絕對飛速提升 江太元含笑點頭 那當然啦,你是我兄弟呀 西門肥仔好開心地走在一邊 連之前被江太元滾的不愉快也沒有了 幻想著得到神魔丹 打通經脈,修成先天,連接天網 開啟網上若炮之路呀 撇著眼在開心的西門肥仔 正在寫著的江太元 突然想到甚麼,停下來 來,肥仔,元哥我再教你一首情詩 呃...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閃族 閃族 圖 關於 偶族 聒 痾 痾 畔 雙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